歡迎繼續回到要財財經台的直播環節 來到問答的時間 如果你有股票問題想問的話 歡迎打來給我們 電話是204-6566 電郵地址依然是ask at bschannel.com 身邊的嘉賓是我們的高級分析員王惠侯 Raffy 你好 你好 事不宜遲 聽聽嘉賓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馮小姐 早安 早安 想問什麼股份 我想問一下匯豐 現在這個位置 我想是19號除淨 現在是否穩妥呢 現在買 好 見到股價方面 暫時跟隨大市方面靠穩 但依然股價依然在整個浪的低位 正在做47.7 升任百分之一 匯控家庭觀眾想買 現時人這一刻 好不可以去到買呢 家庭觀眾考慮到 可能會隨正 可能會有收息這個情況 但是是否真的單憑收息 就買下匯控 當然我覺得以匯控來說 講清楚基本上 我自己的看法不是太理想 這個不斷都說過很多次 始終以盈利前景上來說 我覺得就沒什麼了 因為一方面 你看到之前的季節上看 雖然他的表現就好過預期 沒有預期跌跌 但始終前景特別來 隨著過去這幾年 不斷買一些資產之後 其實盈利的收入來源越來越少 所以變上前景 就真的不是太可取 如果你從這樣看 我覺得就真的一般 但要是講真據 以價位上去講 特別是四十多元 甚至乎你剛才提到 最重要的就是幾天後 十九號會取正 也有一個收息因素 究竟以這個角度來說 究竟可不可以考慮 講真一句 我覺得以這個角度來計 其實是可以追求的 因為始終一方面 就是接下來十九號取正 而以現價的息率上看 其實都一百多 變成一個很吸引的一個息率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考慮 看下收息之餘 能夠之後股價 可以再上多一點 比你股價好 或者股息兩者都收了 而且以本身股價上去講 雖然你的細節不是太美 都是五十元以下 但我覺得 始終你現在的價位 跟之前四月份低位四十五元邊 不算差得很遠 我覺得起碼你可以 以這個位置做個支持位 我覺得只要 現階段來說 不跌穿四十五元 我覺得問題不大 反而看看有沒有機會 除正完之後 扣完股息之後 可以慢慢的股價 把股價上的股價 回到五十元樓上 我覺得到時來說 以中短線一點 做股價上的股價位 可以嗎? 馮小姐 他是不是可以買 我覺得可以 你可以 十九號除靜 你可以拖一下這幾天 考慮買一買 看看有沒有機會收息之餘 更加賺股價之後的短期升幅 希望能幫到你 馮小姐 我們要轉看看 我會嘉靈的觀眾 在旁邊這次有賴先生 早安 賴先生 你好 我想問一下 1929 周大福是嗎? 我想將它轉為 多月股 金沙或日月27號 好啊 看到周大福的1929 不過先問你 賴先生 你本身什麼價位有貨? 10個多萬 好 看到周大福 早前發了一個刑警 股價一直這麼多下來 要料到年度日利方面要跌4至5成 最新剛才有說過 有報導說到 周大福方面將會放棄一些 黃地區的細鋪 預計都節省一些租金 但股價依然都要向下 股價繼續創方 一個月的低位做4.78元 現時跌超過2% 至於 家庭觀眾比較高水平 壓10元 樓上有貨 想轉去 另一個板塊 就是豪賭股 先問一下 其實怎樣處理這一住的 周大福 我覺得換馬的考慮是可以去做的 一方面 周大福 這樣說 一方面之前有刑警 甚至以公司的光到接下來 也會搬走很多的 可能有些黃泡 搬去其他地方等等 但你見到雖然說了很多東西 或現影都出賣了 但似乎股價上說 還未止射 我覺得勢頭再偏弱一點 而且說真的 你以後的前景 特別是本地的零售股 我相信大家的看法都不會太樂觀 所以 你以後股價 不會再跌得很急 但有沒有機會很大的反彈 可能回到上 不要說你10元 可能花回到7元 8元 我覺得暫時都可能比較難一點 所以其實以看法上 真的一般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考慮去換馬 但當然你說豪島股 其實看法上也不是太理想 但說真的豪島股很多時 起碼可以炒作一下 所以你駁下去的話 似乎是反彈 可能一兩下炒作的話 豪島股的直播性似乎是高一點 所以有機會可以這樣駁一駁 但當然以周大福的走勢來說 是否立即換馬 我覺得可以考慮 看看有沒有機會 叫做跌倒這麼多 如果乘坐這下市 能夠有些反彈的時候 可以令周大福市試五元變線 如果有大約五元左右 我覺得考慮沽出去 然後找位才靠金鯊或銀魚為數 好 行不行 賴先生 好 多謝你的電話查詢 順便和大家也跟進 豪島板塊的最新表現 看看銀魚現時 這一刻升五仙最新報24.9 澳博現在在做4.72 跌冷仙 金沙中國27.1毫半跌五仙 換你澳門10.8跌6 新豪國際跌8仙報8.51 美高霉星3毫 最新報10.5 轉看電郵方面的查詢 有位林小姐 想問939 家庭觀眾已經有貨 想問你怎樣部署 家庭觀眾看到3.4.5有貨 她寫了34.5 但看到這個交給給我 應該不是很對 不要緊 先問Rafi 939方面的看法 家庭觀眾想問建行 現時股價在做4.63 升一 家庭觀眾有貨 但入貨價不是那麼清晰 這時候對於內銀股 看到股價表現比較差 都是向下 跟隨大股向下 基本面上有多少挑戰 現時這一刻 好不可以繼續持有內銀股 當然以建行來計 其實應該真的沒有見過30多元 10元流上也沒有見過 所以我相信的確是打錯了賣入價 當然以關於三個四十多元也好 或是四十多元也好 坦白說 我覺得建行的看法 或者內銀股的看法 一向都不是太好 因為有一方面始終都是那句 以營利的前景就真的沒有 以來你見到上星期五 公佈最新的新型態室的數據 其實都跌得挺重要 這也挺意味著 這刻內地的政策面上看 是由之前比較寬鬆 變為現在可能穩定一點 即是穩健一點 未至於太過鬆 所以要好看回來後 究竟可否再繼續鬆多一點 如果可以繼續鬆下去的話 我覺得才對內銀股有一點支持 但接下來政策面的取向 都是比較穩健一點 不是太過鬆的 其實內銀股似乎沒有什麼炒作的誘因 而且本身以浪人股來說 剛才提到一點就意 分營利前景又沒有什麼 加上以資產質素方面 其實都是在之前的季節上看 每次都是不斷惡化下去 似乎這樣數下 真的沒有太多標稱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本身拿著貨的時候 我覺得這樣說 看法上當然不理想 但假設你當作打錯了點數位 是三個四十多有貨的時候 始終這麼低的價位買下 我覺得又不是太擔心 甚至當中我相信 你都收過很多次的股息 所以我覺得如果這樣算 當然你可以繼續拿著它 如果這番真的三個四十多的話 看看有沒有機會 我覺得如果你真的都想去沽出 我覺得只要不跌穿 今年的低位 四十三毛一的話 暫時問題不大 我覺得你真的想走的話 起碼跌穿過的位置 你才考慮走 如果不穿的 我覺得你再拿著它先模仿 小明大跟進回銀股整個板塊 最新表現 看看公商銀行 現時你下升三仙報三個九 中國銀行報兩個九毫九 龍劍銀行報兩個七 雙雙都是升一線 交通銀行正在四個五毫半 暫時沒有升跌 招行跌一毫二 紫價最新報十五個九 中信銀行四個半跌兩仙 至於民生銀行和從農行同樣都是升一線 分別正在七元七仙和三個七毫三 至於光大銀行報三個一毫四升兩線 Rafi 再回新報 提及股份有沒有哪一隻持有 都沒有 好 我們先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還有另一節的問題環節